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本期视频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删除Windows11的英语键盘 现在我们就开始吧 在Windows里我一般习惯用Shift来切换中英文输入法 Windows自带的输入法非常流畅 使用虚拟机时会碰到这样一个问题 当你从Mac切换回来时 它会自动变成英语 当你使用中英两种语言以上时 这种情况就会发生 只要焦点从Mac切回虚拟机 就会立刻变回英文输入法 切换回来又变成了英文 即使你把它切回中文 下次还是会的 再演示一遍 还是这样子 这样在使用虚拟机时会造成很多困扰 比如你正在进行文字输入 然后你切换出苹果的搜索 切换回来会发现输入法又变成了英文 这样非常烦人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要到输入法里去删除英语 但有时候英语删不掉 这个问题就很恼火了 奇怪的是里面没有发现英文键盘 只有繁体和捡体两种 删除繁体键盘 看看有没有效果 看起来这个英文键盘完全翻不掉 完全没有效果 打开微软充端 右键与管理员身份运行 输入屏幕上的命令 输入屏幕上的命令 get winuser language list 可以看到当前的语言是简体中文 从这一下中文看看 输入 输入set winuser user language list 然后是上面的语言代码 z h h a n s c n 回测 再输入y 回测 感觉这时候英文输入法已经消失了 因为右下角只剩下中音两种状态了 重启看一下最后的效果 对于经常使用虚拟机的朋友来说 这种输入法在中文与英文之间来回切换 非常烦人 打开记事本 输入测试一下 看这是起效果了 但好像是拼音 右下角只剩下默认的中文输入法了 打开设置 找到语言和区域 重新选择一下无比输入法 在中文里点这个向下的箭头 选择语言选项 把微软无比勾上 老年人专用输入法又回来了 返回 关闭这个窗口 重新打开Windows记事本 看一下效果 把字体放大一些 这个无比输入起来真不错 现在可以看到右下角只剩下中文输入法了 非常干净 最后验证一下第一个问题解决了没有 现在看一下虚拟机以Mac之间切换 输入法是否正常 这时再来回切换苹果的聚焦搜索 可以看到完全正常了 输入法不会变成英文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